彼得后书 和彼得前书一样 这封信的读者是同一批教会会众 写信的地点很可能是在罗马 根据早期教会传统说法 彼得在尼路皇帝统治时期 被罗马当局处决 彼得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这封信算是他的临终别言 此信开篇就提出一个属灵挑战 耶稣的跟随者必须不断成长 随后他又提出两个最终的警告 有越来越多的假教师将基督徒引入歧途 一是因着他们腐败的生活方式 二是因着他们扭曲的神学观 彼得在信中回击了假教师 对他和其他使徒的指控 他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教会会众的信心和秩序 彼得提醒教会 神已经透过耶稣 邀请我们与他神圣的属性有份 分享神自己的永生和爱 这让人兴奋 并要求我们用一生来回应 这也意味着要活出与神相同的性情 彼得列出了七种要努力追求的基督徒品格 最后一个涵盖并完善了其他所有 那就是爱 对耶稣来说 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去成全别人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对彼得来说 爱就是分享神的生命 彼得说这封信是要让读者记住他的教导 日后传给后代 因为他没有多少日子亲自指点他们了 所以离世之前他要回击那些歪曲 耶稣和使徒教导的假教师的错误言论 他指出那些现在和将来会重复出现的错谬 就是说他和使徒们编造了耶稣 从死里复活并作王掌权的事 假教师认为耶稣不会在某一天真的回来 因此彼得讲述他在圣山上 亲眼看见耶稣变相的震撼经历 在马可福音九章有记载 使徒们看见耶稣被尊崇为王 他的复活表明他就是永远的王 他的再来不容置疑 耶稣将带来神国度的完全降临 这是旧约圣经一再宣告的 就像旧约先知的预言一样 耶稣的再来必要应验 这不是虚构的幻想 相反 借着圣经的话语和人子耶稣 神亲自向我们说话 接下来彼得提到教会领袖腐败 带来的威胁 他重点谈到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 首先 这些领袖否认末日审判 说神不会要求所有人 自行承担选择善恶的后果 这种否认使他们放任自己 漠视耶稣在对待金钱和真结上的教导 因为他们通过错谬的言论 在教会大肆搜刮钱财 更别提他们混乱的男女关系 彼得提醒会众 神必会以公义审判这些事 他列举了神行审判的三个古老的例子 第一个是创世纪六章中 神的儿子们的故事 根据当时流行的以诺一书 神的儿子就是叛逆的天使 他们越界于人类的女子同居 遭到神的审判 第二个是古代洪水灭世之事 第三个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结局 每个案例都是悖逆引发了神的审判 但彼得又说 神对属他之名的拯救永远是信实的 他用罗德的故事做立照 然后彼得把这些古老的故事 跟假教师们的腐败生活相对照 他们追求金钱 放纵情欲 藐视神的权威 误导他人以为神不在乎人在道德方面的选择 彼得指出他们教导基督徒的那种自由 就是任意妄为 这也是彼得后面提到保罗书信的原因 显然这些假教师歪曲了保罗 关于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信息 他们讲的并不是保罗所讲的自由 彼得申明这些假教师没有真正的自由 事实上他们是肉体情欲的奴隶 身为挂名的基督徒 他们的境况就更加可悲 因为耶稣的话会让他们付上双倍的代价 他们成了真言中的例子 狗所吐的转回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彼得讲到假教师否认末日审判背后的理由 他们说神的子民一代又一代的离去 并没有看见他们的盼望实现 应许中再来的耶稣在哪里呢 彼得对此回应说 这种想法真是肤浅 他说不妨看看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宇宙 我们能够存留都是因为曾经的某个时刻 神的话奇迹般的介入 使无变有 使混乱变有序 他完全可以再做一次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 神为什么拖延这么久 彼得提醒说 人类对时间的理解太有限 神在漫长的时间中做事 远超过我们短暂的生命里程 其实漫长的时间正表明了神的耐心和忍耐 他为每一代人都提供机会来认清自己的自私 学会谦卑 到神慷慨的恩典前来悔改 但神的恩典将在主来的日子画上句号 彼得在此引述了先知以赛亚和西藩亚的预言 他们描述了神审判之日销毁万物的烈火 彼得说天必消失 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 元素的希腊语是 斯多伊克亚 指物质的宇宙 更可指天体 就是星辰万象 这是彼得从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四节中引用的 他表达了在观看万物的神面前天被卷起这一隐喻 这也是为什么彼得会说在主的日子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神公义审判的目的不是要废除物质的宇宙 而是要揭露邪恶和不义 并除掉它们 让新天新地显示出来 那里充满公义 充满神的爱 人们都认识神 爱神 还能爱人如己 彼得总结说 这就是耶稣和所有使徒传扬的基督徒真正的探望 这也包括使徒保罗 他的书信若被断章取义 可能会造成误解 但所有使徒对此都有共识 随后彼得结束了给教会最后的嘱托 彼得后书的语气 让人感觉异常激烈 彼得的热情 来自于一个坚定的信念 就是神爱世人 他要通过耶稣来拯救他们 这就意味着神的爱 必须要处理罪和不义 因为他们毁坏了他所爱的这个世界 在神的时间里 他一定要这样做 为人类和宇宙开辟一个崭新的未来 因此彼得后书对整个世界的盼望 有一个宏大的意向 这也挑战我们去审视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这就是彼得后书的惊议了